尽管巫统主席阿姆扎西早前表明 巫统还在努力为前首相纳吉争取正义 不过纳吉的支持者表示 他们对阿姆扎西已失去信心 并决定在六周选举的投票日支持国盟 Extra万里报道 国家团结连结组织主席塞尹莫哈默 昨天召开记者会批评 扎西让巫统看似属于他个人 任何提出反对意见的人 都会被开除或冻结党籍 我们与这些支持者会批评 我们与这些支持者会批评 和我们的支持者会批评 我们与我们一起支持国盟 我们与这些支持者会批评 我们与这些支持者会批评 和声援的声援 不相信Zahid Hamidi 我们希望支持者会批评 整个法律 赛伊莫哈默认为 扎西没有意愿为纳吉伸张正义 而扎西持续利用纳吉的名义来获取支持 也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赛伊莫哈默接着表示 他们希望国盟能重新团结穆斯林 同时拒绝胡同多年来的宿敌行动党 无论如何 赛伊莫哈默透露 他们目前还没有跟任何国盟领袖会面 并希望国盟能欢迎他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